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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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谈到全球化 那全球化是什么呢? 我套用蒂根森 Charles Dickens 的话 It was the best of time It was the worst of time 這是最好的時代 也是最壞的時代 因為全球化一方面所代表的是機會 但另外一方面 全球化可能是陷阱 他可能是機會無限 但是也可能是處處的陷阱 所以常常全球化我們看到 他代表是一個正負兩面的效果 一般我們認為說經濟自由化跟開放市場 對 開發中國家的衝擊非常大 但是他一樣衝擊第一世界 就是這些先進國家 所以像美日德、法英這些國家 如何選擇自己的政策 那我們來看看是什麼呢 這些各個國家有不同的歷史文化 跟制度安排我們談過 不同的制度安排 形成不同類型的資本主義 那他因應全球化的衝擊 也各有不同的政策選擇 我們看到在這一個光譜上 最左邊國家的干預 最右邊是自由市場 Free market 那我們來看說這個State intervention 在日本你可以看到企業跟政府 是密切的合作的 而在英國、美國你看到是一個 主張自由經貿的市場 而在德國、法國 是在這個光譜的中間你看到的 像德國他為了社會和諧 而國家介入非常多 那法國也是由政府主導的經濟 那像法國之前還有蠻多的國營失業 那所以我們來看看像美國呢 美國非常崇尚自由市場跟自由貿易 不信任政府的 那所以全球化之後 尤其中產階級的哀歌 整個薪資的下降 那中產階級的薪資是停滯的狀況 那在德國呢 他是一個社會、市場經濟 也就是不完全依靠市場的一個法則 還有包括國家的介入 非常仰賴政府、企業跟勞工密切的合作 三者的密切的一個合作 那在法國我們看到說 他的官僚體制非常的龐大 而由政府來主導經濟 那尤其在加入歐元區之後 本世紀初加入歐元區之後呢 削減福利、縮減政府的權力 還有預算辭職 所以政府的公共支出減少 而在日本 那孤獨的帝國 整個經濟的停滯 工作機會大量的消失 終身僱傭的一個示威 那還有這些非電型就業 籠籠派遣的增加 那日本也是最國際化的 他的資金國際化是說 資金往世界各國去投資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是全力阻擋外資的進入 外資要進入日本 並不容易 那企業跟政府是密切的合作 好 那你可以看到這樣子 這些先進國家的政策選擇很不一樣 所以即使是這樣子 你看到一個總體的方向 就是自由市場的力量當道 那跨國企業富可敵國 而且這些企業呢 從全球金融市場獲得資金 而追求最大的一個利潤 這是我們談到全球大賭場 另外我們的下一張 來談到獵殺長毛巷 來談到自由貿易的民視 來談企業、公民、社會 跟政府的一個關係 誰是獵人嗎? 看看是誰呢? 這些投機客、募集資金者、 金融錢客、投資者、這些投資人 好 那再來請問 長毛巷意指什麼呢? 你又說長毛巷 那北極熊好了 好 在這裡面長毛巷意思什麼呢? 這是全球獲利的機會 這些獵人在全球來追求他們獲利 好 剛剛同學說的 企業、公民、社會跟政府 我們來看看是什麼 在我們這個課開學的時候來談到 然後我們講來談論 這三者之間的關係對不對? 國家 然後跟企業或資本 還有另外一邊是社會群體 或者市民社會、公民社會的關係 好 那我們把這三者的關係 把他放在一個國內跟一個全球的層次來討論 那先來看看企業的部分或經濟的部分 那當前全球經貿是掌控在跨國企業的手裡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那這些大企業跟資本都企圖掌脫國家的控制 那全球資本市場簡直像什麼? Casino Capitalism 賭場資本主義對不對? 那這些投資人 那各式的投資人在市場上追求最大的利潤 那企業營運的最高原則是一定要高額獲利 不是只是獲利 高額獲利 所以精簡人士消減薪資跟退休福利 所以你現在看到企業給予一般員工的薪資 不爭反減 那在國家的部分 在National State的部分 我們看到說他主要是要靠稅收來支持國家的運作 國家一定要收入 那但是目前各國政府來開放市場 還有跟向企業傾斜的政策 都來提供企業的減稅、免稅 而使國庫收入減少 那怎麼辦呢? 那國家面臨財政失事 各國不斷地發行公債 而且發行新的公債來養舊的債 來還舊的債 那各國都是這個赤字呢 財政赤字常常是天文數字 包括美國、日本 那真的絕對是天文數字的 那國庫收入減少 政府只能轉向改革社會福利 社會福利的縮減 提高所得稅率 當然是一般人的稅率 那對富人是什麼 反而是減稅的 但是即使對企業減稅 對富人減稅 但是你看到企業更是逃往避稅天堂 這些tax happens 他們常常這些地方呢 常常是個小島或者特別的地方 然後他希望這些企業到那邊去設據點 然後給予這種減稅、免稅 那所以你看到以一個國家而言 那這裡面你看到是國家是什麼 節貧、祭貧 跟一般人徵稅 然後再把它用出來 然後來糾集這些窮人 所以我們再看看整個公民社會的一個運作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你看到公民社會是要求國家跟社會的關係 要有民主的運作 要公開、透明、還有人民的參與 但是各國呢 各國來做福利的消減 而且市場力量凌駕政府的權利 那人民沒有生活的保障 很多人又面臨失業跟貧窮的問題 然後公民社會要求的社會平等 人人平等跟社會安全 各種社會保障 但是都很難達到 好 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來看看一些實際的例子 首先在企業方面 我們看到企業的實力 企業是富可敵國 那我們來看看2010年的全球白大經濟體 這裡面經濟體是包括各國的GDP 還有企業的總營收 全部放在一起比較的白大經濟體 2013年有60個國家40個企業3比2 那相較於2000年13年前 你可以看到當時有49個國家 51家企業 雖然企業減少 但是企業還是富可敵國 而且最主要掌控在石油、能源、汽車 這些產業 而形成全球的最大的企業 那台灣排名第25大 在整個企業跟國家的排名裡面 鴻海是第90名 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屬於中國的企業 所以有四家國營企業上榜 尤其是這裡掃一個字 是中石化還有中石油 它是比美國的Exxon Mobile的還更大 然後它更是打破了原來的 這是Walmart Share 這是荷蘭的Share 還有Exxon Mobile三強鼎立 現在是還有中國的兩個最大的國營事業 我們來看看實際的資料 這2013的資料 那歐盟不算在裡面 因為歐盟28個國家 但是你知道歐盟成立的時候 歐盟他們的野性就是 我要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所以當時美國一直抗拒 沒錯 你看到現在歐盟是比美國還打 好 你看到 但是就個別國家而言 你看到第一名是美國、中國、日本、德國 獨立國協也不算 這裡面有很多的國家 然後法國、英國、巴西、俄羅斯、義大利 還有東協也滿大的 整合起來這些國家 然後印度、加拿大、澳洲等等的 南韓排名第15 然後16 印尼 那荷蘭18 荷蘭也是小國 但是排到18 瑞典、瑞典 都是瑞典也是小國 那波蘭、挪威、比利斯、台灣 台灣在這裡 然後這個最大的企業 全球最大的企業Walmart 那是百貨業 然後再來是荷蘭的 然後還有中國的這兩個 那中石化跟中國石油 然後Exxon Mobil 你看到的是32名 然後英國石油公司 哇 還這麼大 然後泰國 那好 馬來西亞在這邊 還有香港算 它是City State 然後德國 然後福斯汽車 那Volkswagen 可是不知道現在排名還是這樣子嗎 那芬蘭 然後豐田汽車 我們談過的豐田 排名51 然後希臘 那還有這個Granco 它是礦產 但是這個企業目前面臨很大的問題的 好 然後葡萄牙在59 愛爾蘭 好 那三星電子61 那還有紐西蘭 蘋果公司71在這邊 然後越南 好 通用汽車78 那這些能源產業 日本的郵政控股公司80 那還有福特汽車83 奇異 我們提過的奇異是84 好 鴻海在這裡90 全球90 那好 然後法國新業銀行 那還有美國AT&T 在這邊還有墨西哥石油公司 好 我們提過的房利美 哇 還是這麼搭 96 好 那這是給同學們參考一下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麼多企業上榜 跟國家並排 然後企業是富可敵國 好 再來看看國家 那國家的例子 還是向企業靠攏 國家為資本家服務 我們來看一些例子 像最近匈牙利 他宣布說在明年2017年 要實施最新的企業稅9% 這是第一EU28國的平均22% 然後將會是歐盟各國中最低的 匈牙利政府宣稱說 這是提升競爭力的政策之一 因為到時候會有很多跨國企業到那邊去設立 然後他的反對黨是Politics can be different 他認為說這項政策會使匈牙利變成為避水天堂 因為只有9% 比人民的賦稅還更低 好 那再來看看愛爾蘭的例子 我想這個例子大家都知道 那最近歐盟向蘋果公司來追稅 那歐盟執委會要求蘋果公司 要向愛爾蘭政府來補繳130億歐元 這是累積了十幾年來的 少繳的水 那歐盟的競爭委員會認為說 蘋果在愛爾蘭享有這種非法的 特殊的租稅的優惠 被稱為叫做甜心交易Sweetheart 那這個第二 他是會怎麼樣呢? 他比其他的競爭對手更具有優勢 因為你不用繳那麼多的稅 然後同樣的今年9月 愛爾蘭的國會呢 他竟然通過了支持愛爾蘭政府 得救歐盟裁定蘋果需繳稅的一事 來提出上訴 所以愛爾蘭政府正式向歐盟法院提起上訴 那愛爾蘭政府他認為說蘋果在愛爾蘭 他提升了經濟、成長 然後創造就業機會 所以這是愛爾蘭政府為蘋果講話 然後願意提供給他很低很低的稅率 還有各種的減免的稅 那在歐盟有類似情形的跨國企業 包括Google在英國 星巴克在荷蘭 Fayette Kressler這汽車公司在羅森堡 都被歐盟發現說透過跨國的會計作帳 逃稅或者是避稅 那之前我們談過星巴克在英國的例子 對不對 好 那叫那麼少的稅 所以來我們來看看公民社會的實力 公民社會要求的很簡單 要求社會平等跟民主 那我們先來看看歐巴馬的畢業旅行 那他在希臘談全球化更不平等 那相對的當時希臘人民的反美思維 最後我們會再跟同學們來談談 全球民粹主義的信息 什麼樣子的民粹 真的代表公民社會的利益嗎 公民社會要說的話嗎 好 來看看歐巴馬的畢業旅行 那歐巴馬他認為說 支持美國的總統選舉 他反映了世界在逐步全球化的同時 也加深了民眾對政府的一個懷疑 而且民主主義的情緒也不斷的高漲 那他強調說全球化的浪潮是不可逆轉 那未來各國政府要確保全體國民 都可以分享到成果 他說全球精英跟富有企業的避率 另外磚漏洞都助長了嚴重的不公平感 那全球化是為世界帶來很多經濟的利益 但是必須要修正方向 你變來對抗越來越多不平等的一個現象 他也觀察到了不平等 那你也知道在美國社會 是個很不平等的社會 他說歐美各國正在面臨恐懼全球化 而產生的民粹主義 那從英國脫公投到美國總統大選都是實力 然後各國要慎防粗暴的民主主義的興起 這種一種族跟宗教區分會帶來危險的 他說我受到的教訓這八年了 他說我們必須來處理不平等 經濟混亂跟人們憂慮下一代會貶差的問題 好 那但是歐巴馬訪問希臘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雅典有7000名左右 這種左翼的群眾來抗議 反美示威 他來抗議川普的當選 還有也不滿美國當年1973的時候 支持希臘的軍事獨裁 那他更反對美國不當的中東政策 還有工黨敘利亞 那造成大批的難民是湧盡了希臘 而產生的社會政治問題 好 那當然在目前一片來談論民粹主義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到底全球民粹主義的興起 是誰的民粹 那我們一般來討論到民粹主義 這是左派的民粹主義 像拉丁美洲 那尤其是左派的政權 他得到很多中下階層 廣大的中下階層的一個支持 那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資源跟服務 譬如那曹瑞茲在委內瑞拉 那或者在玻利維亞等等 你都可以看到他有免費的教育跟健保 那為什麼成為可行 因為這些國家有非常豐厚的什麼收入 石油 對 尤其在油價上漲的時候 那所以在油價上漲 尤其本世紀初 你看到整個油價的上漲 讓這些國家的收入非常豐厚 而有能力來做這些免費的教育跟健保 很多左派的政權在拉丁美洲 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 那這是我們看到左派的民粹主義 那還有在世界各國 你看到左派有反全球化 反資本主義 反自由貿易 那而且這些幾乎是不斷的成長的勢力 那各國的左派 反全球化 反資本主義 反自由貿易 這是民粹主義的興起 但是我們還要另外來看到 還有所謂的中產階級的民粹主義 譬如這次美國民眾來反川普當選 他提出Nomate President 好 那要護衛美國的多元的價值 平等的價值 自由的價值 這是美國價值 可是川普打破了 好 那都不是這些 那所以而且要抗議 所得降低 貧富不均 加均 好 那這是很多中產階級的民粹主義 好 但是這是川普的民粹 這是極佑的民粹主義 他代表白人的民粹主義 我們談過WASP 對不對 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 好 那他也提出他的反精英主義 那反全球化 更自由貿易 而訴諸經濟保護主義 所以拒絕他要TPP 然後還有像要退翻NAFTA等等的 然後還有種族主義 當然這是代表白人的種族主義 那性別歧視 好 那還有反移民 要把這些移民遣返 好 那川普當選 他卻是成功的整合這些極佑 還有白人勞工階級 好 那提出這些保護主義 那是將槍口一致對外 而主張保護主義 主張孤立主義 好 我美國好好來發展美國 好 那保護本國的產業 跟這些勞工 尤其來命的勞工 好 那這次我們跟同學們來談論一下 民粹主義 那有各種的從左到右 那他代表的是誰的民粹 那極左 極右 還有中產階級 一般民眾 等等的各種的民粹主義 好 那同學問 那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問題 難民的問題 等等的問題 但是這只是問題呈現在這裡 其實他背後還有很多的因素 這是滿值得我們來探討的 好 那我們會有一組同學來談論到 德國難民的問題 好 那像德國當時Maker總理來 就是這麼幾十萬的難民 然後湧入歐洲 那德國吸收了非常多的難民 好 然後用一車一車的 那大型車子把他們載到 很多德國的小鎮 或者是工廠所在地 好 那Maker希望說 我可以來好好運用這些勞動力 好 那可是對德國人民而言 尤其像在小鎮裡面 像有一個德國人他就說 我一早醒來走到街上 我發現我是在中東 那這些難民的數目 比德國小鎮 當地的德國人的數目還更多 滿街都是來自於中東的難民 那你說這些德國人民會怎麼想 好 那所以這是各國在處理難民政策的時候 那你到底要怎麼處理 當然也是最終我們要問 那你哪裡來 對不對 那為什麼他們要逃離他們的國家 好 然後只有收拾那麼一點的家當 然後逃離他的家園 然後走向一個未知的這個未來 好 那所以這是滿值得我們探討的 那同學問有什麼樣子的團體在 來討論這些嗎 滿多的 很多的人道團體 各種的團體 好 然後也會來批判 那尤其像這樣子 像這邊希臘人你來討論的 好 那你不當的總統政策 那總統為什麼那麼多的戰亂 好 戰亂哪裡來 而且問題是誰支持的這些 這麼多的各種的武裝的活動 而且最重要武器哪裡來 美國嗎 好 那所以這是 滿好的題目來討論 好 讓大家來了解的 好 同學說 從經濟發展的觀點來看的話 那避稅填堂是對當地有幫助的 那有什麼不好嗎 好 那來看看 那匈牙利政府來減少企業稅變9% 這是歐盟平均我們剛剛說是22% 好 那他減低很多 所以這必然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國庫收入減少 對不對 國家的稅收減少 那本來你如果每一個企業 照原來的稅收的話 那你國家收入是比較多的 但是你現在減少稅 但是希望更多的企業到當地來進駐 所以對匈牙利政府他是說 這樣可以造成我更具有競爭力 因為我能夠吸引更多的外資 更多的跨國企業到當地來投資 來進駐到當地 然後也可以創造就業 也可以刺激經濟成長 沒什麼不好 對 好 那但是這裡面 一個是我們剛剛說的 國庫收入的減少 那國庫收入的減少 那匈牙利政府 當然他目前還沒宣布新的稅 有什麼新的稅 怎麼樣來彌補這個稅收的不夠 但是以後會不會宣布不知道 那也許會用其他各種形式 來把這個國庫收入減少 你一定要把它彌補起來的 要不然就是你必須要縮減你的 國家的支出 但是常常國家在縮減支出的時候 會去砍哪個部分的支出呢 社會福利 這是一定的 第一個就是會砍社會福利 所以表示社會福利的縮減 原來的下層階級 這些窮人階級是能夠享有的福利是減少的 好 然後當然還可能會去縮減什麼 除了社會福利 譬如一些社會支出 像教育 好 可能我國家給學校的這些補助 教育補助就會縮減 然後要求像現在全球的趨勢都是什麼 要求各校去做什麼 校園自主 校園自主那個名稱聽起來太好聽了 校園自主 但是是叫你要怎麼樣 財務自主 其實很多部分還是不自主的 然後最主要就是要你各學校 各大學自己去募款 所以這是每個學校的大學校長都在做的事 就是募款 尤其是去跟校友募款 或者去跟校外的去募款 所以這變成為 他可能如果不增稅 不增加新的其他的稅收的話 國家會用來當縮減 他的收入縮減的時候 他會來縮減他的支出 而這些縮減的支出 你看到社會福利啦 教育啦 甚至健保啦 或者什麼的 原來是國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 或者給家庭的補助啦 或者各種的國家的服務啦 會縮減 但只是你不知道他會縮減在哪裡 這個別的政府縮減在哪裡 但是一般我們看到的 常常會是做這樣子 很多社會支出的縮減 可是這常常就不利於 譬如你的教育機會 你的就醫的機會 或者各式各樣的 可能是免費的公共服務 但是現在都變成什麼 要收費 所以現在很多政府就變成為是 提出當國家稅收不夠的時候 然後很多部分就提出了各種的稅 然後呢 這種稅叫做使用者付費 就像台北市的垃圾袋 你要倒垃圾不是這樣子倒垃圾 而是什麼 你要買垃圾袋 專用垃圾袋 那這個專用垃圾袋很貴 對 這麼貴 他就說就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你丟多一點垃圾 你要買比較貴的垃圾袋 然後因為你造成的環保的問題 污染的問題所以你要付費 好 這是在市場化的原則之下 變成為就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可是這常常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你知道我看到一些台北市人丟垃圾 怎麼丟 他也不買垃圾袋 然後這個垃圾就開著車 把他送到出了台北市 這叫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好 所以這個政策也不是全台灣去實施 那何況是使用者付費的原則 其實像這樣子 如果是垃圾的問題 你應該是來教導人民怎麼樣減少垃圾 或者垃圾怎麼樣掩埋 那或者成為一個再生的方式 成為肥料 或者是怎麼樣減少垃圾等等的各種的方式 或者資源回收 強化資源回收等等各種的方式 所以像企業的賦稅在台灣 你知道嗎 平均 他們的平均稅率是多少 我記得我們講過 平均稅率 在台灣平均稅率大概10%而已 哇 快接近匈牙利的避稅天堂了 那可是你說10% 可是企業還是很抱怨 所以還是很高 希望再減低一點 而且更重要的我們發現是什麼 企業 償付 他把他的錢藏在哪裡 不只藏在台灣 對 藏在國外 海外 這是我們這幾年 然後世界各國慢慢發現的現象 然後都發現這麼多的企業 很多跨國企業 還有當地的企業 就是把錢存在國外的避稅天堂 或者國外的銀行 像瑞士的銀行 那他都幫你保密 所以企業償付成為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獲得了利潤 這個利潤當然是從社會來的 對不對 沒有人去買他們的產品 他們能獲得什麼樣子的利潤呢 好 但是企業不是進一步 把這些利潤去做進一步的投資 這幾年你看到企業的投資很少 而是什麼 成為企業的儲蓄 企業的償付 那也不藏在本國 藏一些 但是最大部分還是藏在國外 但是藏錢還沒關係 他繼續再跟國內的銀行 再來借貸 所以這是台灣滿大的問題的 那之前台積電好了 你知道台積電 其實張忠謀還是滿Generous的 台積電現在是台灣最賺錢的企業 也是全世界真的少數最賺錢的企業 他還不斷地擴張 那獲利率不斷地更加地增加 但是他還是滿大方的Gate 所有的員工 每個人 這些紅利 每個人拿到的大概至少幾十萬 每一個人 每一個員工至少 那股東根本不用講 那但是呢 之前我們政府不是提出 小英提出5加2嗎 5加2是什麼 不知道 不是等於7 5加2是政府要獎勵的企業 那同學們可以去看看 裡面有生物科技、綠能等等的 但是張忠謀怎麼說 他說不能只是來看看 來關心5加2 他自己覺得政府不照顧到半導體 沒有給他們更好的條件 那意思就是撿更多的稅 或者政府來補貼他們 或者來幫助他更多 因為他說政府的資源 不能只是用在5加2 看看我們半導體 我們對國家做了這麼多的貢獻 對經濟這麼多的貢獻 那為什麼國家的資源是用在那裡呢 他這麼說 可是你知道嗎 當時我們的竹客開張的時候 這是1980 好 那竹客開始運作 那竹客開始運作 你知道國家投入了多少 整個科學園區 這些土地、廠房、交通設備 所有的 還有各種的減稅免稅 一直到現在 好 但是他還會做這樣子的抱怨 那雖然他對員工還滿好的 能夠分享這麼多的紅利 好 那可是你就可以看到這裡面企業 他們要的是什麼 他們希望國家關愛的眼神 永遠看著他 同學問說 那這樣子不論在政治、金融 你看到真的是滿走的 這樣子滿極端的發展的 可是有些人認為這樣發展還不夠的 還不夠的 好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樣 體制內改革、體制外改革呢 都可以 那當然很多體制外的人 現在成為體制內的人 但是他的改革常常受到體制的限制 像其實歐巴馬好了 那他要下台了 你知道當年八年前 他提出的那個競選的標語是什麼 一個字 誰猜得到 一個字 加總分一分 請 答對了 沒錯 Change 就是要改變 就這一個字讓他當選 那他想改變 那他是民主黨 那他是黑人 美國第一個黑人總統 那 所以他想做很多的改變 包括全民健保 但是最後你看到 受到非常大的限制 所以之前他提到 他說我即將要下台了 但老實說 我做的改變真的很少 這是現實政治 或者川普的狂言 等他當上了美國總統 他能夠實現多少呢 很多體制內的問題 那 當然體制是可以改的 制度是可以改變的 也是我們這個課裡面來談到的 這種制度安排 在市場國家 跟家庭、社會、群體之間 那 要做什麼樣子的配置 做什麼樣子的著重 或者減少 體制是可以改變的 但是這裡面很重要的 常常改變的力量 來自於反對的勢力 可能是在野黨 那可能是人民 但是呢 其實更重要的改革 來自於國家本身 只是常常受限於既得利益 而不願意來做這樣子的改變 但是很多制度的問題 我們是需要來做改變的 怎麼樣突破既得利益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好 但是至少同學開始思考了 開始的思考了 一些的問題 你可能會做什麼樣子的改變 包括你自己的思考 包括在你的個人報告 或者在我們的分組報告裡面 同學可以從這邊再繼續的延伸 做一些討論的 包括你自己的行動 你可以做什麼樣子的改變 可以說什麼 我沒有想要做什麼 看一下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你可以做什麼 我可以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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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